国庆廉假高雄轻轨龙猫隧道信了不少民众前来抢搭 根据统计假期的第一天这个运轨量就达到了4万人次 仅次于台湾灯会还有文博会 但是也因为这个景点实在太夯了 游客们为了要抢拍照不顾危险穿越了轨道 遭到了轻轨驾驶室的人员驱离 对于这样子的乱象相关单位在今天开出了第一张罚单 最高可以罚7500元 这一幕实在太危险游客奋不顾身 背对列车大玩自拍 连让轻轨驾驶室人员当场无奈大声驱离 小姐回到区请不要进入喔谢谢 现场招务人员也手拿大声弓 随时准备提醒游客就怕大家拍得太忘我发生意外 列车换换行驶过来 民众已经卡好位拿着手机准备和这梦幻的隧道拍照 探头的探头笔叶的笔叶抓准时机连岸快门 高雄轻轨龙猫隧道实在太夯 这回国庆年假第一天运轨量就达4万人 次仅次于台湾灯会的6万 以及文博会的4.5万记录 但像这样为了抢拍穿越轨道乱象 频传也让民众直呼真的很危险 那也是这样穿越来穿越去 大家要遵守交通规则 有时候民众可能会失去失控 会觉得太可爱就没有注意到 画面曝光也让网友纷纷回应 请支援开罚 真的是要美不要命 对此9号下午2点半 轻轨新路段市营运更开出第一张罚单 直接正在轨道中央大笔姿势 根据捷运法证明男子最高 恐怕将被开出7500元罚单 万一如果违反这些规定 不但会有罚则 万一如果造成车体的损伤 高姐公司也会进行一个 求偿的一个动作 高姐强调务必遵守规则 毕竟抢拍美咒前 生命安全还是最重要 记得陈平时陈宇刚刚才不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